平日午后 会在松江路上的未来咖啡 安排了一场教育训练 参加的部分学员是员工 也是一度误入歧途的飞行少年 这天担任工艺讲师的林秋香 运用养生料理 分享超过30年的餐饮经验 也许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帮助 让他们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 那在我们刚刚在教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非常的激情慧神 就是很用心地在看在听 可见他们其实是非常渴求一些新的东西 让他们有一种就是 我借由我学习新的东西 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上 跟你的一个自信的一个建立 从备料烹调到摆盘 看来同样是义式海鲜炖饭 从事那场工作四年多的厨师 君浩品尝之后 发现了不少料理诀窍 鲜度的部分是最明显的 对 那我们的鲜度 可能没有比秋香老师的鲜度来得 绵密度来得好 那像我们这边的话 该准备的阶段我们是有 但是我们的细节跟我们的 细节的部分比较没有 像秋香老师做得那么标准这样子 对 所以说就会差别下有差 锅里煮的浓稠的米布丁 经过可可粉 糖粉和水果的装点 吸引了学员目光 曾经多次进出少年关护所的小飞 立刻上手 献血献脉 不同于一般的咖啡馆 这里不以盈利为目的 而是协助迷途知返的少年 学习一技之长 中华民国更生少年关怀协会期望 有更多的专家投入公益指导 传授孩子们技能 好让飞行少年将来抬头挺胸 走回正途 有点提例谢于新蒋冬裕 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